佩洛西今天一早就拜會立法院 和台灣各個政黨的總召會面 台灣四黨朝野也展現團結 佩洛西支持美台關係的同事 她還提到中共天安門鎮壓和中國人權 是關於不正的銀行的習慣 以及關於危機問題 危險的技術 被傳染到瘋狂的國家 關於關於國家的關鍵 所以在這年來 這一直都關於危機、經濟、政府和政府 所以我們期待我們的談論 佩洛西議長是美國政壇捍衛人權的燈塔 可以說有培洛西議長的地方 民主自由、人權就不會孤單 展現對台灣的支持 佩洛西還和民進黨團總召何建明 國民黨團總召曾銘忠 民眾黨團總召邱晨元 以及時代力量黨團總召邱顯智 一起面對傳媒揮手致熱 而親共統促黨張洛安等人 在場外叫囂遭警方距離 在上午佩洛西再進入台灣總統府 進見政府總統 會後召開媒體互動會 佩洛西強調 台美團結重要 台灣人民展示了團結就會有希望 而總統蔡英文也贈分佩洛西 強調不會在壓力下低頭 它能夠建立一個平衡和豐盛的未來 甚至在你面對挑戰的挑戰 而現在更多 美國的聯繫與台灣的聯繫 是重要的 這就是我們今天帶來的訊息 國家團結合作 共同維護民主的價值 台灣會盡最大努力來強化 本身自我防衛的力量 並致力維護台海的和平穩定 讓台灣可以成為區域安全的 一個關鍵穩定的力量 確保自由開放的印太地區 以及全球貿易及供應院的穩定發展 今天這場媒體見面會上 包括佩洛西、總統蔡英文、副總統賴清德 AIT處長孫曉雅等人都有出席 佩洛西答覆提問時表示 美台很快會簽訂貿易協定 美國國會已經通過晶片法案 為與台灣的經濟交流提供更好的機會 佩洛西中午在台北賓館 接受蔡英文總統款宴後 車隊已轉赴新北市的國家人權紀念館 下午與幾位人權民運人士見面 與會人士包括中國民運人士吳以開戲 銅鑼灣書店老闆林榮基 NGO工作者李明哲 和妻子李靜宇等 佩洛西今天與幾位民運人士見面後 就完成今次快閃式訪台行程 乘搭專機離開 支持我們支持真相